大家好,我是秦鹏 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美国现在非常热的一个话题 就是骚乱 那么他这个事情很多人不知道呢 他的背后事实上是牵扯了这种非常激烈的 中美之间的这样一个斗争 而且呢,还牵扯了一个美国非常神秘的组织 叫做深层政府,英文叫做Deep State 他和现有政府的这样之间的这样一个博弈 所以就是看起来是一场这样的一个街头的运动 甚至打砸墙 但背后的这样的一个博弈 事实上是牵扯了当今的这种世界上最强大的 这个几股力量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冲突 我们今天就来谈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呢,从5月26号开始 就是美国黑人弗洛伊德之死 引发了这个美国的街头几十个这样的城市这种运动 而且呢,时常的伴随着打砸抢烧 在上个周末的这个开始呢 还出现了这种围攻白攻 附近的教堂都遭到焚毁这样一个现象 而作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都市 纽约市 他呢,也是最近连续两天 这种打砸抢不断 苹果,微软,他的门店,还有很多大牌这种商家的门店都遭到了这样的一个入室 之前,气得这个纽约州州长库默是自己都受不了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他们实际上都是这个白左 他都受不了了 他说,考虑再撤换掉白书豪 或者直接派这个国民警卫队进纽约 而中共媒体这边呢 就是他一个多周以来 我们看到他也是开足了玛丽 每天呢,就是在大肆的渲染美国的这种混乱和失控 给人的感觉就是美国马上不完蛋了 然而呢,就是事情做多了 我们说呢,他总会露出马脚 那么通过这两天爆出来的一段视频显示 中共深度的参与了这个美国的骚乱 而且呢,这件背后呢,他事实上还有这种组织者 我们叫Antifa,叫Antifa 他呢,有着非常浓厚的这种共产主义因素 这个背后还有着这个美国的深层政府 这样的这种影子,叫Deep State 那么,他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其实很,我经常说这个中共的这样的一些官员 他的这种思维,董事和世界上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 和世界上真实的这个情况相当的太远 身边的这些智囊呢,又是一些像猪一样笨的 这样的战狼的这种思维 所以,最终的结果 他每一回都是这种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这一次呢,其实还是一样 那么,很多人可能想为什么 就是他背后到底怎么回事 你说的这么玄,对吧 那么我们就一一来给大家这个分享一下 而且呢,有一些呢 可能这个也是我这个视频 我看到目前来讲,只有我再去分析的一些问题 那么我们首先呢,来看一段这个 昨天到今天网上热传的一段视频 这个视频呢,引起了这个美国人非常大的一个震撼 大家听到了吗,就是现场有人在用普通话大声的喊说 走走走,快走 然后我们就看到呢,就是有人在这个推特这个主人 曾曾,就是Jennifer曾 他这个推特下面呢,发了一段据说啊 是这种央视的这种视频 他说是央视的这个记者喊的 然后我这个翻了一下 他这个发帖的这个人呢,他背景是这个五毛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因为他是五毛呢 就是说他发的内容,他也完全是假的 所以呢,我就跟大家今天是分析一下 说为什么 他的这样的一个辟谣反而进一步的坐实了 说中共就是在这件事情上 是一个直接的参与者 说我的第一个理由呢,就是说 他提供的这个画面呢,他本身不是连续的 大家看一下,就是打杂的这个场面和记者的采访 它是断续的两个画面,分开的 警方是右小人群打出了催泪弹 那么示威的人群呢,刚才也临时撤出了白宫前面的广场 而剪辑的东西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剪辑出来 这个本身就是个有鬼,对吧 那么第二个来讲呢,就是这里边的这种声音 那么他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那个记者和现场的这样的一个那个喊说 走走走的这个声音是不一样的 还有呢,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丢东西的这个人,就是在那去猛头东西的这个人 像不像在中国的这种职业的那种非常强壮的军警 那种体型 他不是一般的健身人员或者是呢 一些在美国的这种 唐人街头雇佣的那样的一些这种一般的这些人 对吧,他是不一样的 当然这个还不是最关键的 就是我最关键的证据是什么呢?就是 我们设心处计的来去想一想 如果你是这种记者或者摄影师 假如说呢,你会去喊 要走走走,你会对谁去喊 假如说你是在美国 你会对谁又用中文去喊呢? 那么两种可能,对吧 第一种是对内部人 比如说的话对其他记者或者摄影师 可是这个相互之间为什么他要快快快呢? 我们我看到的话这个五毛提供了 他说是当时在美国的有两个这种央视相关的这个记者 可是他们也在忙活各自的 你相互之间说快快快,这不太现实,对吧 而作为这种摄影师呢,假如说是摄影师 他也没有资格对这个记者大喊快快快 而且呢,我们知道人和人之间的这个朋友和朋友之间 假如说你相互之间 现在呢,说我们要到哪去 那么你会告诉说什么呢?说,哎 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赶快去那边去看看吧,对吧 或者呢,你看那边事情的话呢,是如何如何的 这边该怎么样子的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也就是说他事实上是有什么呢? 为什么要走?往哪个方向走?到什么地方去? 这个话一定是完整的 他绝对不会呢,是在那个地方看起来是投掷完东西 然后呢,在那个那几个人撤退的时候出现了说让你快快快 非常这种莫名其妙的没有任何连续性 没有任何的前言后语 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只有一种可能 那么如果是这个记者对这个暴徒,就是我们说投东西这些人喊的 所以刚才看文画面里边呢,确实他也是这样子的一个这种背景 那么就更奇怪了,为什么的话 这些这个记者或者叫摄影师 他对那些暴徒们要用中文呢? 这可是在白宫外面,在美国 这些常驻的这个美国的记者的话 他突然想起来说用一段中文 他平常一定是英语,对吧?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是不是这个辟谣相当于承认了 央视的记者认识这些人 他们也就是说是知道他们是中国人 当然我也看到呢,就是在网上 后来还曝光了一段呢,是说 中共呢,是驻美国大使馆的一个内部的微信的这样一个截图 这上面说呢,是有一个姓张的五官呢,是在现场 而且呢,那些人呢,是一不小心用了中文再去说话 是不是这样呢? 当然从逻辑上呢,我认为他是这个成立的 因为,作为中共来说呢,七十年如一日的这个反美 仇美,所以他当然是希望呢,说是作为川普来讲 赶快把他赶下去 换一个这种对中共软一些的民主党的人 比如说拜登,对吧? 我们也知道呢,拜登的儿子和中共这边有这种利益交换 他这个亨特呢,拜登 他和这个中国银行有这个十几个亿的这样的一个基金 然后是亨特呢,就白拿这样的一个钢股 所以这个情况下的话,让拜登上台 毫无疑问比这个川普上台是要有利的多 所以我觉得逻辑上,他是成立的 当然的话,事情我们也再继续看 那么从就是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透过上来看呢 是不是呢,说中共趁乱再去捣乱 最后呢,是结果上就是好的 最终的话呢,说川普呢,看看现在这样的一个骚乱呢 是整个就把川普给搞下去了 你看川普呢,你抗议抗议没有成功 用中共的话讲,十多万人的死亡 你现在呢,全国又闹出这么大的一个乱子 对吧,所以我估计呢,就是中共的这个那些智囊们 也是对习近平是这么去分析的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习近平不觉被他们带到沟里边去呢 最后倒了没,他也不知道是为谁谁来害政 以及呢,这个政是怎么被害的 就是事实上呢,就是如果说这些人真正的了解美国社会的话呢 他就不会去这么想这么去干了 因为对于这样的一个美国呢 目前来讲说不存在制度性的这种歧视黑人的问题 而明尼波利斯市的这样的一个黑人之死 他呢,只能说是一个当地的这样的一个警察的所为 他跟川普没关系 而川普在这个过程中呢 他也并没有说是因为把这个事情闹大 当然一会的话,我们也分析说这个背后事实上是有一只黑手 就是所说的安提法或者深层政府 他们在去操纵这件事情 才把这个事情弄得这么大 对吧,所以当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 说中共的呢,还说要利用这样的一个事情 把这个做大 他本身脑子就出了问题 我们也看到呢,说这两天的这种左派媒体在分析说 拜登的这样的支持率已经比川普高了 至少高4个百分点,对吧 可是呢,上次的这个大选 也就是2016年大选呢 美国出了就是Focus News 这样的这核大纪元 他们预测了川普一定会当选 其他的这些媒体都是说这个希拉里一定当选 而且希拉里当时还准备好了酒会 要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对吧 所以就是这样的这种分析来讲的话 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本身它就是不合理的 而且呢,我们从刚才还看到的一些画面中呢 我们能够看出来 说美国现在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几十个城市的 打砸抢,烧,烧,烧商铺,烧警察局 烧这种打这种普通的这种店铺的这个主人 呃,或者是路人 甚至呢,相互之间抢完东西之后再相互打 所以这个已经完完全全的 跟这个左洛伊福乐一德之词是没有任何关系了 也就换句话讲的话 川普说的整个美国现在是进入了一个这种 呃,丧失了法律和秩序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他成了一个类似战士总统这样的一个角色 其实一点都没有说错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那么作为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人 你会去选谁 所以毫无疑问来讲的话 这个时候其实呃,能够给美国人带回秩序的 这样的川普反而的话呢 会获得这个美国人更多的支持 也就是说呢,他在抗议接近于成功的同时呢 还在带领着整个的美国制止了这样一个骚乱 这个是我们能够看到的 而且呢,如果对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大选 他必要了解的话 我们知道呢,就是在美国呢 是呃,他有两个这种价值观 就是保守派和这种自由派 这两个是一种激烈的一个 这种分歧的这样一个问题 对于川普呢,他提出来说 呃,限制移民,限制持枪权 然后呢,也就是说呃,强调持枪权 对吧,他说的宪法第二修正案 那么对美国呢,比较了解的人知道呢 说整个呃,美国他事实上是两个这种价值观的一种冲突 就是,保守派 主要是这种以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共和党 这样的一个这种为代表 还有呢,是一个这种自由派 目前呢,主要是以这种民主党为代表 他们之间呢,事实上是存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价值冲突 而中间的选民就在他们之间去摇摆和选择对谁 在整个的这个川普在当选之后呢 他到今天事实上还有两个事情没有摆平的 第一个是移民问题 第二个呢,是宪法第二修正案 也就是说持枪权的问题 而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这种美国的动荡的过程中 事实上的结果是使得川普的这两个这种议题 反而是在迅速的获得这种支持 大大的加分了 所以这就是带来的这样一个这种结果 相当于是呢,中共在帮着川普在竞选 昨天的时候呢,我就是看到了一个 还有很有正能量的这个事情 我的一个这种朋友是在西雅图 他发了几张图片 我们呢,就是他说这个我们住的这种社区游行 结果美国大叔们呢,合枪实弹 有的早早站在社区门口 大部分人呢,一路跟随游行队伍 抗议者都很乖 没有发生任何打杂抢烧 枪还是管用 社区的大叔们威武 安全要靠你们 所以你看看大家是不是说 这个时候呢,整个支持这种骚乱的 或者我们叫所谓的和平抗议的 类似白叔豪们,这些左翼的领导人 或者是这些人们 和中共当时,现在呢 就是整个的川普这样的一个人群 还有加达在其中的这样一个 试图混上摸鱼的中共政府 它是不是的结果 最终你说会带来什么 所以其实要了解美国的话 就会知道这个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 那么就是我们呢 再来谈一个就是一个非常神秘的组织 就这一次呢,被川普说要定为 这种恐怖组织的安提法 它这个呢,事实上是一开始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觉得它这个事情不对 当明尼波利斯市出现这种骚乱的时候呢 后来说我就感觉到 后来又其他几个城市跟进 那么时候感觉的味道就不对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 我就非常在关注美国这种政治的 这样一个变化 那个时候大选完成之后 川普当选 出乎几乎所有这种自由派的 这样的一个意料 所以这个时候呢 在全国组织这种大规模游行 以及呢去打打抢 这种商铺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团队呢 是什么人呢 恰恰的也同样的是今天的这个阿提法 而且他们当时打着说呢 这不是我的总统这样的一个旗号 也是试图呢是把这个川普赶下去 但是呢,当然我们知道它最后没有成功 所以后来呢我们就看到了这种深层政府 就包括呢FBI CRA 还有呢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奥巴马 还有希拉里 还有其他的一些潜伏在整个华盛顿的一些议员和一些官员们 他们就想通过这种谈和的方式 所谓通俄门调查的方式 等等的 试图把这个川普赶下台 而这个斗争一直持续到今天 那么这个神秘的安提法它是个什么东西呢 它实际上是叫做 安提法西斯特 这个这个不念英文好了英文比较差 就是说它这个安提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 就是它实际上是从名称来讲是反法西斯主义的一个缩写 它实际上是一个极左组织 那么在正式成立呢是在上世纪的就是1930年代在德国成立 而它呢是以这种共产主义阵线为基础 直到今天我们知道呢 它也跟这个中国共产党 跟这个美国共产党各国共产党来讲的话 它都非常的这种熟悉 也就是说它实际上跟所谓的共产主义这样的一个阵营 非常非常的紧密 是这么一个组织 它的成员呢基本上是年轻人 同伤暴力 那么安提法呢它是非常强调这种使用暴力 使用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得手段 能够达到它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就是推行它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反法西斯 就是它是广义性的说川普的很多行为 或者是美国当前政府的很多行为 它一概的定为这种法西斯主义 所以事实上它所谓的法西斯是这样一个含义 而也就是说它反对的是什么呢 美国的民选的政府和民选的这样的一个这种 政府的机构 所以呢就是美国的这个 国安顾问叫做奥布莱恩 他就讲说暴力的安提法 激进的这种武装人员 以夜色为掩护跨过州界 用这种军事式的进攻烧毁我们的城市 事实上这也是我们目前在这个美国的很多城市看到的 所以呢看到这种很多店铺建筑物被烧毁 那么当时他们甚至想这个直接去冲击白宫 烧毁白宫 最后没有得逞的话 他把白宫旁边的那个教堂 有205年的被称为美国总统这个教堂的 他叫做圣约翰教堂就是烧了 当然没有完全烧毁 所以呢我们也昨天看到是川普总统呢 是拿着圣经在这个教堂外边呢 是表示他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意志 说是要解决问题的这样一种想法 那么这个安提法呢 它背后还有两个非常强大的力量在去支持 就是说公开的 一个呢是投资的大鳄索罗斯 我们经常看到这个网上有很多说法 说这个参加这种游行会有200美金 对吧一天 然后如何如何的到这个索罗斯发钱 当然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目前没有有人在去讲 但是呢这个目前我们看到呢 嗯 美国的政府并没有对拿此来的话 就是去承办索罗斯 那么另一个这种非常强大的一个力量 是什么呢 它叫做全国律师公会 叫做NLJ 就是安提法这些人他非常崇尚暴力 去打人 打甚至扛着国旗的人 那么还或者打这些店铺的店主 等等呢 游行的任何犯罪 就是反对他们的人都会挨揍 但是呢 他们这些人的话 往往只要被抓 马上就会获释 而且有人来去这个去支付保时金 最后呢通过这种无偿法律的方 律师援助的方式 获得这种逃脱司法 所以他们的这种暴力才能够得以长期的持续的进行 而这个就是全国律师公会 这个组织呢 它也就成了安提法的这样一个非正式的法律部门 这个部门在历史上它是和共产党也有这种非常深的关系 它呢而且强调说好战和直接对抗 他们也是经常的是说在这个倡导说人权超过财产权 这个从法律上来讲的话 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安提法这些人的话 能够毫不犹豫的破坏财产 这个毫无疑问是得到这样的 他们的这种所谓的法律专家们的这种大力的支持的 这个呢全国律师公会 它的幕后的这样的支持者是谁呢 福特基金会 这个是公开的 还有呢是索罗斯的这样的一些慈善家 很多的 然后遍布全国150多个这种分会 有几千名律师组成 他就非常明确公开的这个去协调这些律师的诉讼 还有公众的活动来支持安提法 也就是说事实上这是他们的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直接参与者 你可以讲 这是不叫安提法的安提法 那个组织律师公会 那么在深层上来讲呢 这个安提法它呢还和呢就是我们知道索罗斯 还和这个奥巴马希拉里等等这些呢是左翼政党 它也是非常深密深层的一个关系 在网上呢我们看到也是有非常这个多的一些呃 介绍这个有时间呢 因为他这设计的东西比较多 我们呢就有时间去比较详细 再跟大家去说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呢就是我们也就进一步的去知道呢 说他为什么他是有目标的去反对现任政府 这个也就是他背后的这个角逐的力量 其实说白点安提法只是一个表面 反法西斯只是一个这种口号 真正斗争的是这些这个投资的这些巨头 索罗斯还有深层政府奥巴马希拉里等等这样一个人群 他们在和现任的这个美国政府在进行对抗 当然这些故事呢我们以后再跟大家去分享 呃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 然后请大家呢是呃关注和转发 另外呢今天抱歉呢我是在家是呃便衣呢 是跟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交流的分享 呃请大家原谅 好呃谢谢大家 拍照 好呃 不得没钱 吧 我就是 怎么回事 嘛 对 邢